人生有高峰,亦都有低谷 但是人生有了它,就必定有祝福 人生万变,但是耶稣的爱就永远不变 无论路途有几遥,人生有几多的挑战 我们都很乐意成为你的同路人 神乐与这一希望,分到爱替你做之后 神乐与你留下风雨沥沥沥,吵出你门药 恩与同路人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Jillian 黎秀英 又来和你一起进入恩与同路人的时段 嗯,你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呢? 用文字去记录生活的点滴感受 没有让我们走过的日子随着我们人的记忆力限制 甚至退化而漸漸的模糊消失 当然文字只是其中一个方式 可以留住我们的记忆 嗯,首先呢,和你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嘉宾的一篇日记 1999年3月18日 Cliff在他的英文日记手稿里面大概这样写 嗯,这个星期我可以回家过春假了 我只需要回到医院做治疗而已 今晚我和爸爸一起玩 我吃了Yoga 又吃了奇异果 之后又看电视新闻 然后呢,先去睡觉 星期日,我去了教会 自从受伤之后 这次是我第四次回教会了 好兴奋,可以再回去教会敬拜神 天众朋友听起来 似乎是一篇很普通的 很平淡的日记 但其实背后有个故事 这篇日记出自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的手笔 他说到受伤 就是一次的意外改写了他一生 在过去多年来 Cliff,他有机会在他日记里面 很坦诚,很真实的 记录了他过去这么多年 情绪感受,他的挣扎,和他的期望 细心听一下我们这次的嘉宾Cliff 李健亨,他的分享 Cliff,你现在的情况和我们说 你读书,做工 我现在回一份兼职 我是回一间诊所 做计划 我个人都想从事心理学 这方面的工作 所以现在都读一个 Masters的 course 是照着这个目标 刚刚开始,刚刚今年 我们这次的目的 请Cliff上来 就是他人生里面 也有一些很特别的经历 令知道他今天无论在身体上 或者他甚至在学习能力 也有一段期间对你有影响 那不如我请Cliff说一下 你当年发生什么事 是影响你之后 无论在身体上或其他方面 其实我当年发生 想想事或者学习上都有一些困难 你今年23岁 23岁 这个事情发生到现在 相距都要成15、6年的时间 那时是7岁8岁 那时出事的时候 就伤了个头 就进了医院 那跟着的情况是怎么样 当时的情况就是 进了医院之后 就有一段时间 昏迷了两个星期 大概 就因为当时的情况很危急 所以就要做不同的手术 跟着之后就 就是我记得 就是跟家人朋友那些 谈回的时候 他们都说 就是当时有很多人来探我 然后为我祈祷 那当我醒来的时候 都觉得 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很多人来为你祈祷 你的家庭是否信了耶稣美的当年 当时就 就是刚来加拿大的时候 就都有 因为我们不认识人 就我们有 家里有个朋友 就带了我们回教会 那就是想着 因为加拿大的人 没什么就不认识人 那教会都是 一个很认识人的地方 那就当时都 回了教会一段时间 但是就未确认这个信仰 你那时候都是年纪很小 学习 那到后来 你何时 你说这个信仰 你和上帝的关系的确认呢 我确认这个关系 都是发生这个意外之后 记得当时 就是康复的期间 都就是有 传道人经常来探我 那当时他会 就是和我讲一些 圣经的不同的故事 那然后呢 他就问我 他说 你想不想 就是接受 主耶稣为你的救主 还有 就是和神有这个关系 那当时 因为可能我小时候 我没想到那么多 那我就说好 那就是这样 就确认了这个关系 嗯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啊 因为可能爸爸妈妈 已经信了耶稣那时候 但是自己小时候 只是跟他们回来 那时候你说 有人跟你清楚说了 你确认了 你自己信耶稣 你觉得有什么不同啊 特别是这个事情 你还在那时候 康复着 接受着治疗 看回当时就 就是很有 很有希望 有盼望 因为那时候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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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事件 第一年期间 康复都是 非常之快 那就 我 就是汉为 这个就是 神的祝福 记得 就是因为那时候 都经常要去医院 去接受 不同的治疗 那所以 所以回家的机会 是比较小 那我记得有一篇 日记呢 我就 就 就 写 就是花旗写的 嗯 我在日记当中 就写我 这个礼拜 就是 回家 我很开心 因为我可以回教会 去敬拜神 那 我看回那篇日记的时候 就 看到 就是 我当时都 就是 很 对神 就是 很有这个盼望 当时 就是 那个受伤的程度 去到怎么样 可不可以跟我们 描述一下 其实当时的情况 都是 非常之严重 嗯 嗯 嗯 昏迷当中 就是 那些医生说 已经 就是 叫我们 就是 所谓 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 就是 他们 看到的状况 就是 可能都是 非常之差 将来我可能 就是 照顾不到自己 嗯 嗯 各方面 就是 不要说 就是 行路 那些东西 嗯 可能 甚至乎 说话 都未必得 嗯 就是那个影响 是影响到 你的手脚的 移动 是吗 是 是 程度去到怎么样 就是 就是 初初的时候 完全动不了 就是 在床上 躺在那 只是动到 就是 右边一点 因为 这个意外 主要来说 是影响到 左边 都是 清醒 那个感觉是怎么样的 都是 痛啊 主要是 还有 还有 好像 菌绑住 哦 就是 自己想做的事 又做不到 就是 可以 就是 叫人 帮手 我第一间医院 就留了 大概一个月 之后 就 转了 另一间 的 康复治療中心 嗯 嗯 是 Cliff所说的 这篇日记 就是 在我们节目 开头的时候 我跟大家分享的 那个片段 好 那我们稍后 回来 继续听一下Cliff 和我们说一下 跟着的情况 是怎么样 一样 谁牺牲 负重 谁舍 尊 降悲 谁与七黑中 若每点光照片 只有你 永恒的主 带出光辉 令我 灌烈 人海中 伤失落 每天感到 压迫护困 还原你 每天 纪念 纪念 下 求引着 契狱 是我 能知道 你是永恒 你是盼望 常在我 生 容许我 靠近你 永远 没 挂虑 容许我 爱 无你 因你是我 力量 明天 总有 外面 欧 你 引导 原始 生 全为 你 守 我 容许我 靠近你 永远 没 挂虑 容许我 爱 无你 因你是我 力量 明天 总有 画面 求你 引导 愿此生 全为你 走过 我们的生命二线电话号码是4167883322 伏空过程就是帮助你移动 是吗 是 到今天能够活动的程度去到怎样 现在都跟当时比当然好很多 但是到今天依然手那样东西 就是比较 比较 转移动 都不太能做到 就是我左手 左边 以及脚的行动也会影响了你 是的 但是也不需要特别借助一些的 比如拐杖或者其他的东西帮助 现在就不太需要 我现在是带着一个脚架 最初我就需要坐轮椅 之后就转用一个walkers 接着再后期就用一支拐杖 再后期就连拐杖都不用用 连拐杖都不用 是的 那个情况的改进去到现在 是不是大概都是这样 还是还有些空间可以再改进的 我想现在大概都是这样 你觉得情况是怎样的 好处就是我完全差不多动不了 到今天那样 是不是 已经动到那麽大部份 但是又在同一个 我未曾发生意外之前对比 我有些事情都未能好似以前 那样 你的心情觉得怎样 我对人来说 就是 有时不开心的时候 就当然比较回 就是当年正常的 就永远都比不回以前 但是再想想一层就觉得 其实现在可以好得上 那麽多已经算是一个祝福 是 Kalif 我见到你说这几句说话的时候 都是微微笑地说的 就是让我感受得到 你是对上帝有个感恩 但是你能够去到这样的心态 这样的态度面对 都是经过很长时间 无论是挣扎还是怎样 可不可以和我们都说一下 其实你都经历过一些 比较低沉一点的时候 是吗 在治疗过程里 特别是心态上 可不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多数都是和人比较 才会出这个问题 很多时候不开心 都会因和人比较 康复大概一年 那之后你可以回学 是吗 是 回学 面对同学各方面 那个难处是什麽 给你 因为我未有这个意外前 都是那班同学 那当时我自己 就是 算是一个聪明的小朋友 就是 各方面都表现很出色 然后再面对那班同学的时候 就觉得自己好像 就是 有稍为退步 然后 又跟那班同学比不上 那样 因为小时候 责任 要顾及的事情 都不是很多 就是 可能做不到少少 就是 活动 运动 各样的事情 影响都不是很大 但是慢慢大的时候 就是可以做的 就越来越多 就是比如 去到中学的时候 就可以考牌 开车 那 那 其实 面对着整班同学都 去考牌的时候 而我自己又不行 就是 真是令到我 很失落 嗯 你怎样面对呢 那时候 那时候很失落 那你 你的情绪 这个 怎样去表露出来 嗯 我 会尽量去抒发自己 就是 透过寫东西 一来呢 二来呢 我会 听些很不开心的歌 有一段时间 你是跟神 对话 还是是 寫一些 鼓励自己的说话 我要起翻身 之类的东西 啊 其实 经过那段 真是困难的时间 我都 有少少 自暴自弃 因为 我 我记得 我写的内容 都是非常之悲观 对生命 没什么希望 就是 虽然记得 之前就 刚刚康复期间 就是没有希望 没有盼望 但是 慢慢就 好像 没有了这份喜乐 那身边那时候 你觉得 跟你最亲近的是什么人 可能 因为我 就是 以我影响 到我性格 就比较内向 比较 不是很社交 所以 变成身边 都 不是有很多朋友 去鼓励 那 当时 的 感觉是很失落 嗯 那家人呢 啊 因为 当时我 都没有什么朋友 还有沟通能力 又不是非常之好 所以 跟家人的关系 都不是特别好 嗯 嗯 OK 爸爸妈妈 还有妹妹 是不是 有一个妹妹 是 不沟通 还是争吵 还是怎么样 你们的相处 嗯 当时 都是 争吵多 哪个 哪个 带起那个 火虐头的 通常 可能 双方都有 你说你对生命都 即是没有了希望 最低沉的时候 那想着怎么样 是无奈 还是 Cliff 你有没有想过 有什么 可以有出路 啊 都是无奈 但是 是的 又 未曾想到 一个解决的方法 所以就 是的 在那儿堵住 就是 在这个日记里面 来抒发 那种感受 是的 Cliff呢 刚才他 在他和他分享 的过程里面 都提到好几次 他藉着写东西 来表达他的心声 还有记录了他 出了意外之后 的情况 也帮助他今天 回想回 改变原来 是这么大的 那Cliff 我们都很好奇 就是 今天写日记的人 我不知道多不多 但能够坚持的 相信都不是太多 可不可以详细 和他说一下 你什么时候 开始写日记 有什么动力 令到你会 继续都写了 就是 若干时候的呢 我自己也是 可以写自己的日记 去证明他自己的生存 和自己可以影响到其他人的生命 哦 那就是说 你在中学 大概九年班 十年班的时候 开始写日记 就是那个动力 是来自这个 你很有共鸣 可能有些 和病相连的感觉 他又 经历这些 患病的情况 那你就开始写 那虽然你说 写的过程里面 有时候都是一些 比较负面一点 就是 因为实在是 那时候是很困惑 嗯 看不到自己将来 有什么出路 是 但虽然是这样 那就是觉得 啊 负面的时候呢 但都仍然有一个希望 是想就是 做到少少事情 是可以影响到其他人的生命 嗯 所以我就 藉着写东西去 去抒发自己的感受 嗯 我在咪后呢 和你谈过呢 你讲 其实你 写日记那个 的习惯 开始 可能还是早期一点 开始的 可不可以都和我们讲一下 其实 神让你有这个机会 这样开始 也有个意义在里面 是啊 那我个人来说 就是写日记这个习惯 是 从小就已经开始了 我刚刚移民过来加拿大的时候 就 未曾学会英语 那当时 妈妈就想我 就是 练习好英语 那就 叫我写 每天写一篇日记 那当时 也有少少抗拒 那但是 我记得当时 妈妈跟我说 好啊 你大大的时候 就会多谢我 那现在 你会不会多谢妈咪呢 现在会 哈哈 那 那由六岁 那时候开始 因为想练好英文 写 都写了多久了 那时候有少少 不是很自愿的 都写了多久了 都是一两年的时间 过来 去到 意外发生的期间 嗯 你刚才说 你在意外发生之后 你有机会在日记里面写 可不可以详细地说一下 你写了一两年左右 那当时都没停下 写日记 就出意外了 是不是 是 那跟着 出了意外之后 你昏迷两个星期 那在医院几个月后 就出院 是 那跟着回到家 第一时间又写日记 是 即是回来的时间 都 有坚持 大概一两年左右 之后 彼此勉离 无万语千言 此刻我愿 神伴你每天 既许世事改变 主恩典不辨迁 人处名自私以马来利 神将他的爱尽天 主恩典不辨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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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爱听众朋友 当你在这里细听 Acliff他的分享 没错 他经历了人生一个这么大的冲击 很多的能力失去 但上帝也都是藉着不同方面来去帮助 Acliff 就从刚才他分享到 就是藉着一个鼓励 他在日记里面 他能够抒发他的感受 当我们稍后再继续听Acliff的分享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上帝不断地在帮助Acliff 不断在他生命里面来带给他盼望 好了 我们谈一下信仰方面 Acliff 康复期间有机会 就是确认和神的关系 你真的自己真的信耶稣了 不是只是爸爸妈妈带你回教会 是 那你想一下 神和你过去十几年 你和他的关系可不可以和我们描述一下 最初的时候和中间和现在 最初的时候都不是很成熟 看的东西都是很表面的 我今天想考试的成绩好一点 祈祷 看这些东西都是很表面的层面 慢慢大的时候 跟神的关系更加密切的时候 就发觉我想的东西未必是神想的东西 就是刚才说到 就是发生意外 第一年期间的康复就 就是幅度特别大 跟着之后都慢慢减少 所以我记得那段期间 都有问神 我为什么 我现在已经 就是康复慢慢去到没有 那 就埋怨我 为什么 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 还有为什么 我现在就算怎么努力 我都跟以前我比不上 我们基督徒说 我们信服 我们知道生命是神赐给我们 他容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 必定有他的目的 我们甚至看为一种祝福 这些话 我们可能听过很多人说 但是Cliff 你自己呢 自己怎么看 发生在你自己身上 这件事情 神的心意是什么 其实我想 因为当时我认识很小 我看将来都非常之遥远 而不太知道将来会是怎样 但是我觉得 真的信服的心 是完全地交托给神 自己觉得不需要想那么多 我只需要逐步逐步走去跟随 去跟随 跟随主耶稣 跟随神 那祂慢慢会带领我 多一个出路 你都期待着神 带领你前面的出路 但是如果说 你今天看回这件事情 你觉得神有什么目的 让你经历这一件事 即是说Cliff经历过这个意外 和现在带来的后遗症 你觉得有什么目的 可以使用出来 因为我经过不同的痛苦 即是我觉得 跟人相处的时候 即是可以给他们一个 更加大的鼓励 即是有时其他人 经过一些不开心的时候 我就可以跟他们relate到 即是你会主动安慰他们 你relate可以纯粹是你 个人的心路历程 那大神怎么使用你呢 即是他都比我一个更加 即是有怜悯的心 所以我跟人相处的时候 都会主动去关心他们 去鼓励他们 你会怎样形容你 即是今天的Cliff 即以前是比较 你变得来向了 很多事情会跟人比较 即是很多事情不敢去参与 那今天呢? 虽然今天我都可能比较来向 但是我都很喜欢 跟人的call time 去谈不同心里面的事情 那如果遇到不开心的时候 我都会尽我所能去鼓励 去听他们 去帮他们 去帮他们 真的不错 无论最后反应 都只不破心望 怀念 会叫痛伤 比得到还多 如果你想知道 主耶稣可以怎样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谈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 因如同路人嘉宾Cliff李健康 用日记去盛在他的眼泪 上帝完全明白 否则 Cliff他怎会说 无论前面的日子怎样 他都会深相信 神会带领和供应他 说回我之前大学挣扎的期间 跟信仰不断挣扎 那段时间就不明白 为什么这个意外发生在我身上 那时候看的经文是有点转流角尖 转流点不开心 慢慢我真的去研读的圣经 就更加明白到神的心意 其中一个很鼓励到我的经文 就来自约翰福音 就是说到门徒问 为什么一个盲人 他是不是父母做错事呢 接着耶稣回答他 不是因为他父母做错事 或者是他做错事 而是神想在他身上彰显 他自己的荣耀 就是让我体会到 神在每个人身上的工作是不同的 而我也不需要和人比较 我只要做好自己的本分 去建立神之一国 Cliff和我们说一下 其实你也有一个很大的困难 我很希望你值这个机会和听众朋友分享 其实会成为他们的鼓励 就是说你坦诚想回当日 中学和大学之间 都有一段的经历 和我们说一下 无论在读书方面 和其他教会的朋友的关系 都和我们说一下 我记得当时 我记得当时 和信仰也有点挣扎 我听很多朋友 或者大英姊妹的见证 他们都说 因为身边有很多 关心他们的朋友 或者大英姊妹 才建立到他们的信仰 而我记得 我记得可能 我当时就自己 性格比较内向 比较不懂得和人相处 所以就算回到教会的时候 依然会是这样的 当时的团契的朋友 就比较没有去关心我 那我就很多时候会觉得很孤独 被人拒绝 而这个感觉是令到我觉得 因为教会是代表着神 那如果教会去拒绝我的时候 那是否代表神去拒绝我呢 我又不明白到这个道理 然后慢慢就抑压着 到我读完中学 都是解决不了 然后我就 记得有一段时间 是决定去离开基督教 那我记得 因为入大岸 我就选择出浮毒 我就进了Queens去读 那因为出了浮毒的时候 就是家人还想不到我做些什么 他想不到我回到教会 想不到我做不做功课那些 所以我记得我当时尋找自我的时候 是非常之困难 嗯 嗯 那这个过程呢 其实 带出了可能很多年轻人的心声 就看教会 看团契 是一个关爱的地方 但当自己感受不了的时候 就会去否认那个信仰 但可能我们那一刻 就是自己有个盲点 没有想到那些年轻人可能 又不知道怎么关心你 就是不懂 不懂去表达 但你是最需要 嗯 还有我们信仰真的就是看人 嗯 我们不会因为人 我们得不到我们期待的所谓的关爱 我们都是罪人 但不是因为这样 我们就去否定 去对神的信心动摇 但你是经历过这个阶段 嗯 那你寻找寻找 那到什么时候你才突破自己这种 慢慢跟神的关系疏离的情况 嗯 其实突破这个想法都是就是 在后期大学 因为我当时出了法务 然后这个是第一年 然后之后就 因为我第一年成绩很差 所以回到家住 然后转到另一家大学 那在这个期间 我都有接触校园团契的生活 嗯 那这样说 当时在小组 有一个就是 就是 帝兄就挑战我 他说 你觉得自己没有 就是没有熟灵的成长 不如你真正去试试圣经 和真正去祈祷 嗯 接着看看当中会不会有分别 那我记得 在那一年时间 我就真的用了一年时间去看了 就是新约圣经 就是亲身去再读圣经 去跟神祈祷的时候 就真的觉得有这个关系在 还有 而那一年期间就觉得自己 人生的改变很大 因为当中是 看到神的恩典是多么多 我 我的心早已关闭 四肢都已卷头 在那七刻恶梦中 寂寞屋空虚困惑我 我低声呼喊请求 究竟天边可有凉光 助我走出暗地方 进入心中安慰我 是那基督救人 及圣经的教训 从十勇气再面对 爱一见证献信心 让我从心赞中主 从着Emmanuel 明日世界再幻变 前路有你半着行 如果你想知道 主耶稣可以如何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和我们聊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604-244-3767 Clever可不可以更深一层明白你 当日的小小年纪 和经历青少年阶段 那么多的掣肘 因为这次的意外 你的感受 你如何经历这个挫折 很多时候 情绪都控制不到 遇到困难的时候 譬如有时愤怒的时候 又会扔膨胀 还有很多时候和妈妈都会吵 会有很多争吵 可能生气就是觉得她不明白我 正在经历的事情 除了妈妈 爸爸或者妹妹 对你没有什么影响 我特别影响就是我妹妹 因为我妹妹记得当时 我自然就和她有一个比较 因为有无形的压力 就是我自己觉得自己 没有她做得那么好 我就更加压力想做好些 但是因为我自己的意外 限制了我 就觉得做不到 所以就变成了 这些愤怒在里面 真的处理不到 妹妹小了你多少 她小了我 两年多 两年多 发生意外之后 就好像反过来 要妹妹去 去关心我 去照顾我 因为我自己 照顾不到自己 所以就觉得自己 里面也有点不开心 即她也有关心照顾你 例如她的例子 情况是怎样 我现在有段时间 即我很低落的时候 我妹妹都会 主动找我聊天 即她去鼓励我 那过去了 那现在呢 妹妹都很大 我妹妹现在 在读大学 在读大学 那你们两个的关系怎样 我妹妹 嗯 现在的关系都 挺好 即我们会 聊天 互相关心 但可能当中 仍然有少少 这个压力 即未完全 修补 那你觉得 是不是神仲 有些工作 在你身上要做 是的 因为我觉得神仲 身上的工作 不断在做 所以我 虽然现在 当然现在未去到 完全那一步 但是 是一直 就是 每经过一天 就 有所改变 或者总结一下 哇 神在我Cliff身上 那个 没有做的工作 的过程 可不可以聊述一下 即是怎样 将你去改变 如果简单来说 之前我 算是一个 很骄傲的人 就觉得 自己是 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 就是因为 就是说回 我小时候 都算是聪明 活佩的 那个女人 接着 发生意外之后 就发觉 自己 什么都不行 其实自己的人 是非常之软弱 还有我觉得 透过这个 经历 神是打破了我 这个骄傲的心 是令我 是觉得 是要 就是 依靠回她 回她身边 你觉得 对你人生的 价值观念 有什么改变 今天 你会如何 定位 看一个人的价值 我今天 我已经 放回自己的 就是 价值 是 作为神的义女 所以 我 我的价值 是来自这一样 还有看的东西 因为 始终 人生都是短短几十年 虽然我现在还很年轻 但是 始终都会过去的 这些 其实 看永恒的东西 才是重点 我觉得 那会不会又改变了你 你以前所欣赏 一个人 对一个人的尊敬 令你 哇 这个人真是令你敬佩 和今天的看法又会不同了 可能今天我看的东西 不单是会这么表面 就是他们聪明 或者他们套人喜悦 而是他们 就是 内心和神的关系 还有 因为这个才是 可以带到永恒的东西 好了 那不如说一下 家人 当年和家人的 你和家人的关系 都不是太好 甚至有争吵 你觉得 那个根源是什么 都是 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还有这个压力在 其实当时 家人就 知道我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尽量不给那么多压力 但是 我个人来说 就觉得 他在我身上有点放弃 而他们的期望 就全部都移转 到我妹妹的身上 所以 当中都觉得 自己和妹妹 有点 有点 tension 所以 就 有关系 没那么好 就是当年有这样的感受 那后来怎么慢慢 慢慢 会想 明白 多一点 因为 我们 全家人都 相信了 我记得 我们 一直 经历神的时候 慢慢 都会放下 自我 和放下 这个 包袱的压力 今天还好 今天还好吗 今天还没完全 好 但是 我觉得 也有所进步 你最感动 你最感动 爸爸妈妈 妹妹 对你 过去里面的支持 和照顾 在哪方面 也是 心灵上的关心 有很多次 我读书的时候 也有说 想放弃 做一份功课 我读一篇文 我真的不行 就想放弃 然后我家人 都会不断鼓励我 你不要放弃 你都走到这里 你不要放弃 特别是 妈妈 我想像 妹妹 对 因为她六年班时 已经叫你 寫印记 用心良苦 我们也有个机会 Cliff 妈咪 Hannah 你参与我们这一次 分享 Hannah 我想问一下 你一些感受 都是一些片段 首先 当日 儿子 获得到 这个意外 和知道 嚴重的程度 你当时 和家人 和先生 的感受 和反应是如何 他当日 发生这个意外 的时候 我们也不想太多 因为很担心 因为去到医院 医护人员 都不知道 她的情况 会如何 只不过 你预算最差 最差 就是会死 其实当时 她也是很危险 我们也不想到 那么多 只不过 我们也祈祷求神 医治她 令到她 真是 保存到她的性命 之后 的发展 我们也不想太多 之后 就是对她 有很多的照顾 是的 今天 她仍然有些 需要你照顾 但她现在 都聪明了很多 一路大 她都懂得如何走 都尽量去 有进步 生活上的 细节 都很大进步 但是如果 说到她 心理上 或者情绪上 反而这些 在身边 爸爸妈妈 的关注更大 是 Cliff的分享里面 有提到 她曾经有一段 很低沉的日子 觉得 家人 特别父母的 attention 的注意力 看重 去了妹妹那里 嗯 因为她是 挺优秀的 昔日 凌厉 精灵 聪明的小孩子 是 你当日 有没有觉察到 她有这些 情绪反应 其实呢 当初 她出事之后 其实不只是 她的情绪 也有问题 我自己的情绪 也有问题 整个家庭的情绪 也有问题 因为 变成 可能 我在我的立场 我就不太明白她 我现在看回 她 分享回 我才知道 原来她 有这样的感受 但是我当时 我只是看 她有些事情 做不到 我就只是很希望 她在她做到的范围 去发展多些 我就不想她 再整天 只是看着自己 做不到的事 就是 我就是 不理解她当时 她的内心 那个挣扎 我都深信 她有她自己的旨意 她会带领 我亦都希望 帮助她 走到她 经过这条路 是会平顺些 这样 我们都 都不放弃 都是在 神的话语上 一直 大家互相鼓励 就是 人始终 我们 不能够参透到 什么事 以后的路 我们看不到 但唯有我们 真的要跟着神 的带领 就是我们不需要 忧虑那么多 就是我们要朝着 我们就是要 顺服神 神想要我们 做些什么 我们就跟着神的路 去做 就是回顾回 就是当初 我们是有 我们的不足 就是我们又看不到 她有这样的 的 的掙扎 就是不多不少 一方面真的会 转移了个视线 去给妹妹 那妹妹可能 的压力 亦都是很大 就是发觉 哦 啊 哥哥又有事 那现在好像 一切的责任 都好像是 落在妹妹身上 就是一切一切 但是我们都 很感恩 就是神都 都被我们 没有放弃 我们都 大家都 很肯沟通 大家都 一不断 就是 虽然经历了 这段时间都不短 但是都 在神里面 都是 一路路有进步 就是看到 我们的关系 一路路 在神的话语 我们 不断的 讨告 无论去日 那个前途是怎样 就是我们都 深信神 有祂的旨意 那 深信神 都是会用祂 作为别人的祝福 非常好 其实人生都是一场 有不断不断 要我们面对的 的个案 的阶段 都是 没有一个 完结的一日 但是其实 每一次经过 这些高低 是 我们知道神 跟我们一起 所以我们这个 上帝 我们这个生命的主 是我们一生一世 不是我们 什么时候有事的时候 就好像一个 灵丹妙弱 就解决那一刻的需要 就不是这样的 是 深盼望 听众朋友 听到一位母亲的分享 都能够有一个思想 都知道 小孩子都是上帝 交给我们 去托管 那个的关系来的 万一有些事发生的时候 真的不是我们控制范围之内 神都会负责 神都会怎么样 来到去看着他 可能收回走他的生命 可能继续流传给我们 来到去 叫我们去照顾 叫我们去来到去 交道 无论怎么样 主权完全在神里 那我们就能够有 像Hannah她所领受 神的说话 我们真是 出人意外的平安 多谢Hannah 多谢 同初 智慧的天制 世智佈下一切 神同在 没法推回 高声赞助 曾经为大正心双识 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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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都要是你 因为 你愿将在我心 流露深爱都万世 终一身见代 我永远为活祭 你还没有踏上 你将来的专业 神使用你做一个 不单是开解 是辅导治疗 帮助人经历 创伤 如何走出来 今天 在生活圈子里面 你觉得有什么 被神使用你 我们所谓的基督徒说 侍奉 你参与在哪方面 在大学生活期间 我也有做过 团契的职员 也有去 从事这个工作 譬如大小组 和 领导的计划 就是策划 组织 是 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 同时 教会团契的工作 今天 我们 教会团契 小组的组长 我也会 多些去 策划不同的活动 和 关心一下组员的 属灵生活 其实 Cliff 听你说 出来做一个 带领者 一个组长 之类的工作 你是要站出来的 嗯 其实都看到 神已经帮助你了 突破了 你昔日 因为这个意外的打击 那种要收起来 收起来 其实是神给你 那个信心 是 这个信心 不是再建基在 你的聪明 你的才智 嗯 有多个人之处 是吧 甚至现在有 比其他人 多了一些限制的 嗯 但这样 不再 经常成为你的难助 是吧 嗯 就是 就算到了 我今天 就是读中 Masters的时候 都经历 同一个困难 就是 做公布的时候 就是 同样是 就是 分析很多资料 去寫一篇文章出来的时候 依然是会困难的 但是我想 就是 学到的 学到的就是 就是 就是 如何去依靠神 就是 有这个信念 就是 就算今天我 面对什么困难的时候 神也会带领 和祂也会供应 嗯 好 Thank you 多谢Cliff Cliff 在他2013年11月26日 写的日记 回顾校园意外后 已经十五年 期间 身体上 心灵上 都受到限制 和被苦恼 好像大石头 那样 压住心头 曾经向神 求问过 他的人生价值 究竟是什么 他为什么有 这么痛苦的人生 没错 他仍然在寻求当中 究竟五年之后 前路又会是怎么样 似乎都不是很明朗 但是他说 他要坚持对神的信念 他的人生价值 不能够用世界的成就 冠冕 来量度 他知道 虽然信心很弱小 但是他要鼓励自己 紧紧的依靠着上帝 深信上帝必定有功应 必定要继续去模造他的生命 使用他去成为别人的祝福 流是难走 但比起你的十架路 我今天算什么 来起身再走过 如着痛苦 你已经过世间苦如来 你的旧熟爱海 我得性获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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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引起我的生命 我敢得到信心 面对挑战 正如圣经上所说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存 经历过人生当中极大的挫折 今天 Cliff和他的父母 都能够更深层的去安慰其他人 上帝英文说 我的恩典够利用 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Cliff他更深地体会到 人被神所爱 不是基于人的外貌有多尽美 才华横逸或者是能力超凡 而是在于 他就是他 身体上的缺失 一点都不会减少他本身的价值 Cliff前面的路不一定会很平坦 但是上帝会照顾到底 圣经上都说 因为耶和华的眼目 看顾敬慰他的人 以及仰望他慈爱的人 听众朋友都鼓励你去认识这一位 当你都是如珠如宝的天父 好 天真朋友 再次多谢你收听《恩与同路人》 下次再见 愿神赐福给你 拜拜 如果你想知道主耶稣可以如何改变生命 或者想对信耶稣有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很欢迎你打电话来和我们聊一下 我们的电话是416-788-3322 请不吝点赞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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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人生有祂,尽如美无下 人生万变 但耶稣的爱永远不变